红楼养生第四个养生方法 叫受从乐中来 这个贾母啊 在书中描述 她去世的时候享年83岁 高瘦啊 在这个那个年代 绝对是现在也是啊 也不错了 就超过平均年龄了 留老了85 人家还健在 对不对 这俩人虽然是一富一贫 生活环境极不相同 但这俩人共同点都是高兽 他们的长寿秘诀 在您看来 应该就是跟这个乐有关系了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贾母的最大的长寿秘诀 我应该说是 比较重视享受天伦之乐 愿意跟孙男弟女在一起 喜欢和全家人 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吃吃喝喝 吃点团圆饭啊 臭臭热闹啊 这样呢就避免了孤独 她们要好看公好看 笑什么 我这个脑袋 不知道什么时候 修着福 今天啊 你体面姐 我fürに拔下来 剩在他脸上去 大牛老打不이는老妖精了 谁说的 那刘姥姥 刘姥姥比较好动 虽然年龄比较大 但是他生性乐观 幽默 即使受了戏弄 他也不生气 而且非常会自嘲 自己尝自嘲 要端多大碗 吃多大的饭 食量大如牛 老牛老牛 食量大如牛 性格好 请 老太太请 请 请 老牛老牛 食量大如牛 吃个老母猪不抬头 性格好 笑口看看 这也是他承受的关键 对 说到精神养生 家母他虽然年高 但有兴头看戏 对 喜热闹戏文 更喜戏血 这叫血笑客混 对吧 I know 爱玩 老太太是个好玩的老太太 对 经常跟儿孙 在一起玩 那时候能玩啥呀 对不对 猜谜呀 现在不能连击 王者荣耀是不是 对对对 人家叫猜谜谜 猜谜 能玩啥就玩啥 用他自己话讲 闷了时和这些子孙女儿玩笑回子 就完了 这种乐观的情绪 对他的健康是真的有益处有帮助 所以他才能够做到健康长寿 所以说好心情 才是厌年益寿的最重要的一剂药 因此要想长寿 一定要拥有乐观的心态 保持心情舒畅 同时我认为更重要一点 就是不管是家母还是刘姥姥 他们都有一个善良的心态 请不吝点赞订阅